宣副军长 我这几年 对他们俩的婚事 一直是很着急 我那一位 更着急的是要报外孙子 不瞒您说 我这次到通江 攻一半 私一半 攻是吗 我就不说了 私是 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的话 我想顺便 把玉莲和江博的婚事办了 报告 起来 市长 见过你们老爸 爸 邓伯伯 结婚 老爸说的 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怎么 怎么了 没错 害怕了 这种事 是不是该请示一下赵教官 是 江波同志 我是说这种事 好了 别解释了 你可以不同意 跟爸爸说去了 那好 玉莲 我们可说话了 这可是假结婚混弄敌人的 谁说跟你真结婚了 那倒是也没有 夜宫好龙 夜宫好龙 你说什么 我说你夜宫好龙 我夜宫好龙 要不是为了革命 谁愿意嫁给你啊 那才是真的傻子呢 见过 我 我们的研究 我们预讨 嘛 我们们之后 saad 小植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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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颖 怎么办呀 您能理解吗 能吗 来包烟 郑村 郑村 殊徒同归 找了你好久了 终于让我胖上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赵教官也在南京 真的 走 康英来了 赵部长 康英同志 你辛苦了 赵部长 我没有完成你交代我的任务 天要下雨 娘要佳人 我们阻止不了他判免革命 同样 他也阻止不了我们惩罚叛徒 你捏了一把汗 好在我们找到你了 他 他那边还好吗 你是在问江波啊 嗯 我们得知到顾与夫已经被押解到南京的消息以后 连夜就下了山 现在他的情况 康英 等我们惩治完了叛徒 我再慢慢跟你讲 嗯 我一定要亲手 杀死这个叛徒 我一定要亲手 杀死这个叛徒 我怎么会儿呢 好好好 放上去 放车 我拿你把儿子放下了 我想要让他放下你 结果 辛苦 吃过人的活 习惯了 还好吧 府上先生官好大吧 我看见这两天好多送礼的 那不是给我家老爷送的 是给老爷客人送的 府上有贵客 听说先天在哪边 是好大的官 这几天要去趟上海呢 那礼品都是给他准备的 大嫂 给你打听点事 你说妹子 我家掌柜的 想在这一带租间民房住 让我打听打听 可是我出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 您能帮我问问吗 租房啊 这下你还真问着了 我家对门就是租房出租 那太好了 那麻烦大嫂多帮帮忙啊 帮什么忙啊 我就中间跟你说句话呗 有时候不早了 我得去买菜 回头我再跟你聊啊 大嫂 拿包烟 不要不要 你大傻我 没这个口服 哎呀回家给掌柜招待客人呦 那都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把我们家掌柜这么大忙 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 那就多谢了 那我先去买菜了 回头我再跟你聊啊 哎 去上海的火车晚上八点门开 从这里到火车站的时间 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也就是说 顾义父最有可能在七点钟左右 离开这所宅园 那么好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动手 绝不能让这个可恶的叛徒 活着离开南京 正部长 来了 何坤 赵部长 是何坤 各组按照预先布置 准备行动 是 顾先生 我这次来 是向您辞行的 往里一份不成敬意 留个纪念 怎么 你也要走吗 对 送走先生 我就要随中央特派远辉通交了 真是很遗憾啊 你们的人 没能听从我的忠告 让你我和历史大忌 实之交配了 为望先生 上海之情顺利 亡羊不老 我想 先生可能还会有机会 我失言了 没机会 把你推荐给中央 不 先生 这不怪你 我的岗位在通交 在那里 我会给先生 给中央 给校长 一个稳稳的说法 我在上海期待你 先生切须小心尽身 我想他们也许不会放过你 谢谢你的提醒啊 那一会儿先生怎么走呢 为了防止中共施暴 好 范先生安排得很周全 汽车先拉假我趟路 确信没有埋伏后 我再转游街堂口登车 算做障眼法吧 那何坤我 愿意做这个家伙 为先生开路 何坤 你我相见恨晚 谢谢了 赵部长 他不是 放他过去 是 我们就在这儿等 他不是 放下 顾义夫 黄英 别动 快 快 天地之间 何处属于 最终停靠的港 心中牵绑 多愁多伤感 不便是你的容颜 红尘之间 如何应对那 沧海桑田的边界 把我瞬间 喧嚣中一人 选择和你并肩 一丝丝的大情感一战 温暖却只是短暂 江波你愿意娶 恒与怜小姐憋气 定与他相伴永远 您愿意嫁给江波 痰与怜 你愿意嫁给姜波 谥可 decipher 是一战 温暖却只是短暂 一次次在信仰前了难 思念在心底蔓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只认江波是共党分子 是有充足理由的 第一 共党交通站被我秘密监控 被警卫一连莫名其妙地刀 使得我们错失了抓捕顾一夫的 共党分子的最佳事情 关于共党这个秘密交通站 除了直接参与行动的 少数宪兵制造以外 就在联勤政绩处也处于保密节奏 除了我 曾处长 还有江波值得问 大多数人尚不清楚 那么警卫一连 又是怎么得到的此消息呢 我和曾处长比日到城郊山界 勘察共党行凶现场 江波正好这个时候 单独外出行动 他要充足的时间赶到码头 指使警卫一连 捣毁交通站 给共产党发出紧急警告 当时我们在街上巡逻 发现一个女人行迹很可疑 于是呢我们就跟了上去 没想到这个女人 发现我们的时候 就匆匆忙忙地跑了起来 结果呢就跑进了那个楼里 我们当时就怕做埋伏 我得为我的兄弟负责任 于是乎我就打她个奶奶熊的 如果共产党那么容易 就被巡逻队发现了 我看我们各级政绩机关 都可以取消了 真是白日说梦话 你们爱信就信 不信就拉倒 反过说过来倒过去 就这些玩意儿 可以调查江副这段时间 待在哪儿在干什么 裴老婆看病了 这也有错吗 江副官他是那样说的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他去看病 谁能证明 奉命去了医院做调查 江副腾玉莲氏去了医院 挂好单病历卡都在 还有医生的接诊记录 是 第二件 我们已经知道康英就是国产党 而且当天晚上 她和顾怡夫就住在通江大陆上 而恰恰这个时候 江副和腾玉莲出现了 他们去干什么 船运公司的普经理 有请我和江副吃饭 总得有个理由吧 普经理有批货 要走蓝石药塞 要我与海军方面通融一下 这件事嘛 有 江副确实跟我说过 好 就算有这件事 那怎么理解 康英和顾怡夫 住在船运公运 难道不可以理解 为江副和普经理之间的 投桃报李吗 那信普给说了些什么 117师 哪个朋友 唐宇 把你说的 写下来 去 分数 他想做个机会 幸福的什么也没说啊 就当他什么也没说 那又怎么解释 康英和顾怡夫 在通江大理社 神秘失踪 据顾怡夫交代 他是当天晚上与康英 在另一个女共产党的掩护下 从西餐厅的后门 坐上一辆神秘的小汽车 逃跑的 经我们事后调查 这辆汽车属于K机关 而我们知道 滕玉莲的父亲滕千 就属于这家机关 甚至领导这个机关 滕玉莲完全有可能 借滕千的名义 调出这辆旧汽车 由此可以断定 滕玉莲就是另一个女共党 她血口喷人 本机关有诸多机密 此事不便是人 关于轿车之事 王皮肤先生 已经向最高分流做了费 既然你代表中组部问起此事 那我就明确地告诉你 要不是联勤部下手快 我们K机关 早就把顾乙夫厘清到上岸 我甚至怀疑K机关 有潜伏的共产党 何坤 有些事情是不能拿来乱说的 K机关就不可以怀疑吗 东组部就前有像飞鸥群一样的爱群之马 何况K机关 何坤 你胡说犯了 这条风格 我一定要叫他闭嘴 还有 第三 为了抓捕顾义夫 我们带张来去码头 张来被飞来的恒弹射杀 经过对现场周边的搜索 我们发现了江波的急捕车 那天没有他的任务 他去干什么 星期天我别老婆逛公园 这也不可以 是啊 我们去逛公园 然后在公园门口看热闹呢 我有足够的理由证明 射杀张来的凶手就是江波 拿出证据来 有吗 现场发现了马枪子弹壳 是 马枪在哪儿 我有马枪吗 由于当天事情紧急 没有时间对周围进行全盘搜索 因此有被他扔到某处的可能 当天我和曾处长在现场 他可以证明 事后我们对现场进行了浪漫式的搜查 并没有发现归于马枪的任何踪影 因此又是一个无头案 怎么解释 抓捕顾怡夫在现场 江波和康英同时出现在遗书 而这个时候 康英想趁乱把顾怡夫抢出来 而江波正好离康英不远的地方 并且在那个方向上 有人鸣枪制造了现场混乱 康英在没在现场我不知道 枪是谁打的我也不知道 但我作为一名党国的军人 枪声就是命令 我既然碰巧在那里看热闹 听到有枪响知道有情况 我理应舍身向前 这也有错吗 枪声一响 江波就扔下我冲了出去 我们因此走散了 我再次提醒各位严重注意 康英是共产党 而江波和康英 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所谓表兄妹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我和康英多年不见 他是不是共产党 与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在同江大理社 我们不期而遇 彼此因为身份发生口角 这是包括何坤在内 全部都看到的事实 他们是在演戏 那天在通江大理社的门口 我确实看见他们在 吵架 最后一个问题 副军长 我想问一下 之前以您的名义 排发到中央的电报 是江波注视的 你听谁说的 你听谁说的 卑职只是想澄清一个事实 放肆 居然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 卑职不敢 卑职有责任 正名一个推断 要不要 把蒋总司令给我的加冕电 给你看一下 你真是巨心邪恶 处长 如何看待徐主任这封电报 可惜了 可惜了 可惜了何坤的忠诚耿尖 他在一个错误的地点 一个错误的时间 说错了一句错的不能再错的错法 强盗众人推啊 阿典放 让他马上回来 是 好 进来 合副处长 你怎么来了 作为老同学 我应该来送送你 你送我 你在通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怎么我告诉你 我不把你查的原型毕露 我不会离开通江 恐怕这由不得你 不想看看吗 这是长官部发来的电报 市长让我送给你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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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见到总司令了 见是见了 一件难心事 市长 您 六十二军像个大杂会 动一坨戏一块的 有几支连历属 不同派系的部队 在中原大战之后 拆散枕边 临时杂测而成 总司令 帮我们规见六十二军 是想让我们悠悠气势 来稳定六十二军的阵脚 可是 我们哪里抽掉的 那么多的军官呢 怎么 让我们派军官 是啊 现在各个部队都 让军官不足 由于七十二十为主 这支部队 是原西北军的老底子 自开服江西交费前线 屡遭败继 被总司令多次赤责 然该是 与北军不惜南战为由 希望南军 给他们多派给军官过去 以补充他们的极层战力 理由嘛 冠冕堂皇 其实呢 还不就是想趁此机会 多捞点人过去 给他们冲锋大头阵 总司令会答应吗 总司令自有总司令的想法 他对这支 曾经以中央为敌的部队 速回解析 也想趁此机会 派自己的敌系部队进去缠着沙子 我们摇摇七十就被点了将了 所以这次 往七十二十派军官 我们是派也得派 不派也得派了 每战下来 检员最多的就是基层军官 这士兵嘛 还好补充些 只是这军官 就难找路 是啊 所以也行 淘汰了 新娘子 按照条例碰见你的上司 你应该尽力 对不起 特派人 您没看见吗 我手上拿着文件呢 那你不会换一个手拿吗 您觉得有意思吗 对不起 我去给副军长送电报了 江副军 特别好 小公我来这套 你坐吧 您代表中央 尊重您就是尊重中央吧 你呀 最好把同样的意思 跟你的新娘子说一下 怎么了 玉莲他得罪您了 我看他现在是张鹏的不得了 其实快容不下他了 怎么了 有什么不妥吗 特派人 我再看您的眼睛呢 看我眼睛 他很美丽 也很迷人 不是吗 特派人 我从您的眼睛里 看到了几分诚实 几分虚假 你以为你能看透 知下努力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几个男人 能看透女人的眼睛 否则 悲欢离合的故事 就会减少一半 你笑什么 德派人 我在您的眼中 看到了妒忌 我妒忌 您妒忌藤玉莲 因为在117诗里 还没有人说过他张狂 江伯 结婚没几天啊 就开始向着老婆了 我要不向着老婆 而是向着特派人 那我还算是 滕玉莲的新郎官吗 江伯 你有意气我 知下不敢 可是你已经气到了 那知下赔罪了 江伯 我可是还没喝过 你们的新婚酒 没见过你们的鸳鸯床 江伯 家这干什么呢 铺床 铺床干吗呀 晚上罗梦也要来家里 说是要来讨咱们的喜酒喝 我说呢 一大早买那么多菜 原来他来呀 喂狗去吧 闻玉莲同志 你们都不乱发脾气 人家可是中央特派员 狗特务 就是狼特务 咱们有理由拒绝他来吗 这是我的家 我可以把不受欢迎的人 拒之门外的 你呀 前门拒狼 后门尽火 玉莲 这可是敌人的心脏 你当他真的是串门来了 他是考察来了 好了 快快快 来 帮我护装去 哎 烦 烦哪 我告诉你 我们要利用一切积极因素 去化解一切不利因素 团结大多数 团结谁呀 我们都是党国军官 你说团结谁呀 团结狐狸精吧 我狐狸精 来 祝贺你们的新婚之喜呀 虽然是晚了点 玉莲 来 谢谢楼特北岩赏光 请 特北岩 您吃菜 看得出来 新娘子今天好像不太高兴啊 不会是不欢迎我吧 哪能哪 你是请都请不到的贵客 可我听见你心里不是这样说的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玉莲 来 特北岩 喝酒 来 我不会 特北岩 她确实不会喝酒 要不这样吧 她那一杯我带她喝 那都不公平 她不喝就不喝吧 来 江波 就我们俩好了 碰一个 来 江波 你们家怎么养了这么多毒尽孤蕾的马蹄莲啊 太多那也是贪啊 应该养冰地莲才对啊 那怎么比什么花都不开强白白的呢 来 来 江波 吃吧 特委 您吃菜 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 房铺都不帮我出衣 姐 你说谁呢 说你呢 人家龙鲍鲍利总算是客人吧 你的阶级阵线快要混淆了 我做错什么了 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我知道什么 我不就跟她多喝了两杯酒吗 是喝酒吗 简直就在献媚 我不和你说了 睡觉 不说就不说 睡觉 姐夫 你要往七十二师派军官 玛丽 这事可不给你管啊 把江波派出去 说什么 把江波派出去 说什么呢 她是我的联络副官 再说 有心灰燕耳 把江波派出去姐夫 玛丽 你要不把她派出去 你早晚会毁在她手上的 何坤所言 绝非空穴来复 我甚至认为 和事实真相相比 可能何坤离得比我们更近一些 玛丽 你什么意思 我之所以倾向于大多数人的意见 放江波一马 完全是为了姐夫你啊 玛丽 别动不动就拿你这个姐夫说事啊 你以为不是 如果江波是共产党 那么第一个受千年的是谁 是你 是你把她拉到自己的麾下的 至少你要服一个失察的责任吧 另外 电报的落款是你 又是你默认了总司令对你的褒奖 擅自撤销了江波和滕玉莲的审查 这就是等于说你默认了这封电报 唯你受益所发的事实 一旦真相大白 总司令的哪亭之怒 第一个轰倒的便是你 所以姐夫啊 你得让她走 得让她离开 否则 躲得过今天 躲不过明天 绕得过初一 绕不过十五 放她在身边 早晚大危险 可是毛利 你想过没有 假如她江波真的是共产党 我这边放了她 她在那边又败露了 我岂不是要担上 有意放纵共党的嫌疑啊 你可以把滕玉莲扣下呀 如果江波真的是共产党 你最多也就负一个失察的责任 因为你手里还握着她的老婆 当人质 你完全可以说早就所警觉 那如果江波经过考验 不是共产党 你手里有滕玉莲呢 你想让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还不就乖乖的什么时候回来吗 收放自如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毛利 事是这么个事 理也是这么个理 只是 要委屈他们小两口了 自古忠孝男两全 独他们利外乎 姐夫你只看到了他们的离别之苦 却不见毛利至今单身一人 我比他们更苦 你看你看 我 姐夫还真是把这个事给忘了 得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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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来 赵教官说了 到了那儿有新的同事跟你联系 嗯 带号不变 还是大表哥 哇 嗯 那天跟你发脾气 是我不好 别忘心里去 是我不好 走吧 醉了 走啊 嗯